汉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哈喽 汉仔 嗨 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字呢 汉仔 哇 好可爱的小鸟哦 这是 鸟 原来是个鸟字啊 像一只有着尖尖的嘴巴 长尾巴的身躯 以及可以抓住树干的脚爪的鸟 哈喽 甲骨纹是三千多年前 刻在硅甲 瘦骨上的文字 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使用的文字 之后随着时代眼镜 使用字体有所不同 这是鸟的经文 小转 小转 鸟书 鸟书 鸟还可以有这样的联想 鸣原本是指鸡叫的声音 后来犯指鸟琴类的叫声 鸟也可以当成行佛组字 例如鹏鸟的鹏 谢谢汉仔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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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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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